今天這個 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 MSN訊息傳錯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看VCR Let's go 可樂上線了 在幹嘛 唉唷 剛吃完飯回來 跟妹吧 等一下就睡了 你上次跟我說的那個片子 喔 對對對 這片 就是我超真場的 我和我的巨乳姐姐 好 真的不錯 不對 不對 等一下 傳到給我姐姐了 完蛋了完蛋了 怎麼辦 喝啊 可是我要給我銅 對 對啦 愛情動作片 喂 我沒有吧 不是了嗎 你要來突襲我的房間 喔 我就跟你講說我不是在看那一片 喔 你先不要上來啦 下禮拜啦 不要 我想到我想到 我是天才嗎 你可以幫我買三千塊的點數卡嗎 喂 蛤 什麼 我傳一個很奇怪的影片給你 然後家裡幫我買三千塊點數卡 啊 沒有啦 我忘記跟你講 我電腦被盜帳號 你不要理他啦 對… 對啦… 不用擔心… 因為我現在人不在家 我根本沒有用電腦啊 對啊 好啦 我回家會弄一下 對… 好啦… 沒事… 拜拜 我是天才 好 好的 遇到這種狀況 你會選擇怎麼做呢 用哪一種方式 或者你會直接承認啊 因為我也是跟小玉一樣 就講話都不會經過大腦的 所以我一直想到什麼 我會馬上想要去 我就馬上 你們是不是沒有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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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會想到馬上承認 LOOK也是選擇承認 對啊 我覺得 知錯能改三夢大焰嘛 就是直接跟他坦承啊 反正就反正 姐姐應該還好不會很尷尬吧 如果是跟爸爸媽媽 可能就比較尷尬一點 對 主要是那個片名是聚如姐姐啊 聚如姐姐 就還好說 好東西看一下 就用這種方式帶過 然後我就 LOOK那如果你是不小心傳給我呢 那我就真的 我會去買三千塊點 叫你錢力幫我買三千塊點 是嗎 莫名其妙啊 雙傻 雙傻 好 這個 逸祥你也會承認 我會承認 因為我覺得這種是 因為你錢力太多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會跟我姐姐說 姐姐 其實我也是個男人 那再怎麼說我也有這個需求 對啊 那今天 我不小心跟妳看 我就跟妳說不好意思 這樣子 她好像滿合理的 就是她講這個好像滿合理的 對 她看起來的心香 對… 你多來幾次就知道她是… 對… 對… 請問一下Magic Power你們會怎麼樣 我剛剛看那個影片 我想到一個滿不錯的藉口 就是如果一傳錯 馬上把它按掉取消 然後就跟那個姐姐說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俊儒 俊儒啊 他是男生 然後大家都給他取個綽號 叫俊儒 對 所以其實是我跟他 我們拍的影片這樣子 對 他算是這裡面很會說謊的 因為 對 不是… 很會的 不是 你就單吧… 你就承認 好 對 是我 問問看女生 如果說你是那個姐姐 而且你並沒有俱儒 那你說吧 你會怎麼做呢 好 給人家打開看是不是 就打開看一下關心 弟弟在看什麼 就是了解一下 你會全看完嗎 不會全看完 跳著看,快走 會欣賞一下 對 那銀子是跟媽媽說 因為他自己的東西啊 為什麼 跟媽媽說的 沒有 他要不要講 沒有 他要不要講 因為自己的弟弟啊 就不要常看啊 所以還是跟媽媽說一下 沒有啦 銀子 在跟媽媽說之前 先勒索弟弟啦 對不對 少一頓飯嘛 對 那立文是大罵 為什麼這麼晚才傳給我 不是太怪了 弟弟 我就會大罵他 我說你怎麼會看這種東西啊 而且就是還要看什麼姐姐的 就很怪啊 然後秀姐還沒有一頭 就很麻煩 林玲就直接 我覺得是看他幾歲耶 如果他已經是18、19就算了 隨便他要幹嘛 可是如果他十三、十四的話 我應該會把他拎著去找媽媽吧 自己曾經真的有發生過傳錯訊息 或者是傳錯任何東西的經驗嗎 小胖 我有一次要傳就是 就是跟女生的一個照片給小玉看 因為用那個就是 傳給可樂不是小玉 就傳給可樂要給就是一個 我跟一個女生的照片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在跟我前女朋友聊天 然後聊… 我都AP不是在第一格嗎 然後看到可樂就突然東出來 我就按檢視 我就不小心按那個箭頭 然後傳出去 就傳到我跟那個女生的照片 然後就等那條跑滿的時候 我就發現不對 就剛好那個AP兩個勾的時候 我就想說完蛋了 然後我前女朋友馬上打那個 就說那女生是誰 然後我就說 那個女生是可樂的妹妹 私類這樣把她帶過去 爛 其實我真的是可樂的妹妹 很尷尬 超尷尬 怎麼會這樣子呢 曖宇 沒有我之前是有一次要去夜店 然後因為小胖那個時候 心情不好她失聯 然後要去夜店 然後我 因為那個對 就是對方 可以帶我們進去夜店那個人 也是老自備的 我就反正手機 打 喂 老米啊 就是那個老米啊 我等一下和小胖還有誰誰誰 我們去夜店找妳好不好 好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是老K 是我們的製作人 包吵 包吵 而且選到禮拜三晚上去 對 我當下就選擇了說 沒有啦 老K我要問你那個 對 你今天有沒有看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 不有局 然後又不約 而且錄影前一天 打錯 KEN哥… 像小胖裡面很多名單 那些蔬菜的名都是女生 蔬菜 蔬菜 然後在迪惠粿 然後在迪惠粿 還說你寫 迪惠粿的迪惠粿都不算蔬菜吧 還有一個類似 類似… 食物類 食物類了 有時候他們搞錯的 不過在這個雅虎其謀話題裡面 其實有統計了一下 這個是自寫錯 有夠很大的誤會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這個 所謂的新竹音 所以常常大家在打字 比如說MSN的時候 就出現一些這個 選錯字的情況 就很尷尬 是的 譬如說在這邊 第一個 遇到色狼報警就好 這是一個正常 但是呢 經過新竹音的時候 常常會變成這樣 這個時候如果你搬 會這樣… 對 因為可能是有一個女生 朋友喜歡說 遇到他色狼呢 就跟他說 遇到他色狼你報警就好啊 就變成這樣 那時候女生心中的OS就變成說 這麼好啊 那就要當色狼囉 對 其實就是對方的OS 或是像第二個是這個 線上問朋友 你會仰視嗎 你會仰視嗎 游泳的仰視 但是 你會仰視嗎 你變成質嗎 變成質嗎 對方就會覺得說 接下來還有說 比如說我爺爺 我爺爺是河南人 這是還好對不對 但是如果朱瑩選錯就變成 我爺爺是河南人 真的是很適合